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与大家看单新闻 说澳门未来核酸枪会更普及 以及检测机构会请内地来核酸检测 根据新闻所说,山顶医院医务主任 澳门有制定相关指引去请核酸採养员 希望为曾经受过医学训练属于15类 注册医护人员,但有部分人士刚毕业 未可以即时注册成为专业医护人员 当局亦相信他们有足够能力学习採养 除了学得操作外,亦懂得感染控制概念 去避免病毒传播,亦有媒体关注 核酸检测机构招聘内地核酸採养员的标准 山顶医院医务主任说,到现在 有650名内地採养员以支援性质协助澳门 疫情工作,至于检测机构招聘内地核酸採养员 就会按照卫生局所提供的指引,在申请引入时 亦都会提供意见把关,未来就会安排更多的检测机构 去承担检测工作,令到核酸检测变得更普及便文 它强调是会邀请更多的检测机构去开展检测服务 如果是涉及商业营运的话,就会按照澳门的农工法去招聘 这里它讲了几个重点,其实最主要我自己认为 它是讲的核酸检测站会强多些,同时就希望核酸检测变得更普及便文 这里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讲的是会邀请外地的核酸检测员 即是讲的邀请大陆的人过来,它和亦都讲到 会按照劳工法内招聘,即是你正常去申请就会正常批给你 其实这点,做这个核酸检测的技术有没有去到那么高呢? 要去请一些那么专业的检测检测过来呢? 它亦都讲到,有部份人士刚刚毕业,未可以注册成为专业护理人员 其实这部份政府应该都可以走到检测的,是他们批出来的嘛 如果是想批快点,他们应该是可以加急做得到的 其实无必要请那么多外劳回来,不如这些核酸检测员的工作 留给澳门人做啦,甚至乎我认为卫生局都是可以做培训的 但是现在他就说可能是想招聘了内地的人先啦 但是如果你请了内地的人过来的话,到时澳门人可不可以成功补充得到这些外地人过来的职位呢? 可不可以澳门人去做这些採用员,然后这些内地的採用员就退市呢? 这点其实我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的,既然现在所谓的核酸检测都要常态化或者是弄多些站 那不如培训多些澳门的人去做啦,起码都叫大家有工开有饭开嘛 而且网上传着这些核酸检测员的工资都是不低的,可以有15000甚至是去到2万元的,当然啦 这些网传消息我自己都分不到是真定假,但是交给大家自己判断啦 如果澳门人去做的话可以有15000至20000,我相信都应该是好多澳门人是愿意去做的,甚至是医科学生毕业都是肯去做的 因为现在找食艰难啦,哪里有那么多地方请得到那么多医科学生啊?大家说是吧? 好了,今集同大家看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讲呢?下面留言,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